在上一集里呢,师傅为我们说明了什么是十二因缘的爱和曲 爱呢,就是一种占有 曲呢,就是因为占有的心所产生的一种拿或者是控制的动作 而师傅也告诉我们,曲就是最大的造业的音 那么接下来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傅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傅,这个十二因缘在这一世里面的啊 到爱和曲啊,就快接近尾声了 那么最后一个是什么? 油,大家也很开心啊 大家都喜欢油 这个油啊 这里头有福报和罪报 两种 所以油是包括福报和罪报 福报和罪报啊 那个曲刚才我讲的是负面的 完全是负面的 是 也有正面的 哦,曲也有正面的 哦,曲也有正面的 有正面的 正面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 有一些人呢 他啊 是一种啊 伟大的政治家 伟大的宗教家 伟大的哲学家 伟大的艺术家 他们多半呢 不会说是 哪是为了自己争民独立啊 而从事他们的工作 他们有他们的理想 他们有他们的理念 为他们理念 为他们理想 所以救国救民 那这些人 那这些人 那我们叫做的善意啊 你叫做副一啊 嗯 造副一 他一定得福报 那造了恶的业 有这个坏的对报 嗯 这个有是这样子啊 那么 因为还有呢 我们在 作为一个凡夫的人 来讲 往往有这样的想法 我自己身上做了好 做了点好事 多计人员 修修来生 哎,对啊,对啊 那也有人说 我现在把 我的钱呢 不要存在银行 我存在天国去 我存在教会去 那由教会来 做慈善的宗教事宜 那财产呢 就捐掉了 存在银行里面 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存在教会 存在天国 那到天国去啊 这个钱就在那天国里面 可以去享受 享受天福 那就是 上帝也会赐福给你 等于说 你的钱 已经存在天国里面去了 那在 没有这个 乃至宗教信仰的人 也会相信 也会相信 有来生 我们修修来世 这一生啊 积点应得 积点应得 修修来生啊 我们这一生 这个不要把自己的福啊 享尽啊 那也给人家想想 那我们 来生的时候啊 这个福是 这个存留在人间的 我们一来 这个福报的环境 就等着我们了 我们就 就想福了 另外 中国人 还有一个关键 我们一生 只有限的了 希望我的子孙 也能够过好日子 我的钱呢 要存一点 让我的儿孙来用 对 那就是 要做好事 做了好事以后呢 准备把这些钱 这些财产 这些福报 让他的儿孙用 所以他叫为子孙赔福 对 那中国人有讲啊 说 既善之家 必有余庆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 你祖上有的 这个德就是道德 那对社会有贡献 对人类有贡献 那他的子孙 就因此而得到啊 一些福报 这这也是真的咯 比如说你 你跟你的先生 对这个社会 非常非常的好 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将来会受人家照顾 真的 因为你的父母 这么好 照顾那么多人 那这个孩子 人家一定想 这个孩子啊 他的父母真好 我们要帮助他 要协助他 那就是 也是有 那有罪 那就不一样了啊 是 就是说造了种种的恶意啊 之后呢 那就收报了 收了什么报 在人间 在人间 受种种的责母 贫穷 下贱 还有 自己的这个 五贯不整 这个 四字不全 还有呢 造种种的苦难 像这种话 对于呢 残障者 是 他们觉得 一个 是个很难 激受的 很难激受的 一种 一种观念 那么这个呢 我对那些残障的 菩萨们 会这样子讲 我说 在 尼世也是菩萨呀 献身说法 而 因为 有你这样子的一个身体 献身说法呢 也让很多的人呢 生起慈悲心 还有呢 让你能够更精进 但是呢 通常一般的人来讲的话 在我们福法来讲 那自己如果受了这种 这种 这种情况的话 我认命 我 大概是 这个 过去做了一点不好 像我常常一身还病 我常常受到 各方面的打击 一直到现在 还有人 在打击我 那么这个呢 我很感谢他们 那 有打开我过去是 对不起他 这个整了他了 所以是他们来整我了 那这样子 心里就比较平静一点 如果能够解决的解决 不能解决的 就是我去受了 那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讲的 对报 有什么 有福报 有对报 福报呢 在人间受福 到天上去享福 对报呢 在人间受苦 可能 哎 还到什么 这个 出生 投胎 投胎到出生里面去 就是动物里面去 是 或者是呢 到鬼道里面去 或者下一世也受苦 下一生 对 下一生苦就是 就是这一生 就说了以后 有下一生 是 那我们下边呢 就要讲下一生 下一生了 是 那谢谢师傅看医师 那么 到目前为止呢 师傅已经为我们说明 说完了 这十二音乐里面 这一世的 从银色 六入 促 受 爱 取有 那么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下一次了 也欢迎你们下一次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 我们要继续来谈三世十二音乐 所谓三世十二音乐 在过去世呢 有无名 行 世 那么在这一世呢 有明色 六入 处 受 爱 取有 那么在上一集呢 我们就谈到有 那么师傅说 有 就是有了未来果报的音 那接下来又是什么呢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傅您好 大家好 是 师傅 在有之后 是不是就进入了未来生 那么在未来生里面又是什么呢 未来生 其实就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啊 我们这也是之中啊 从投胎开始 投胎就是生了 投胎到出生这个阶段呢 就是这一生的开始 然后呢 一直到死亡 因此 呃 这未来生也是一样的 不过呢 不再重复的讲两次 再重复啊 啊 这个 明示 六路 不要再重复一次了 对 就把这个阶段 归纳成为两个项目 是 一个项目啊 就是啊 出生 这个出生 以后呢 这个 渐渐渐渐的呀 进入死亡 死亡实际上是非常 呃 非常的 短的时间 而 苦生 其实也是很短的时间 那中间算是什么呢 是 生啊 老啊 病啊 就是这样子啊 生 老病死 这个 呃 这个阶段呢 通常我们叫做受苦 这受苦难的一个阶段 生 老病死啊 嗯哼 呃 其实 这个四个 啊 这个四个项目啊 不一定啊 是说 非常明确的说 啊 做出生 然后呢 就是老 老了以后呢 就是还病 病了以后呢 就是死亡 不是这样子解释 好 如果是这样子解释 好像是人 这个 出生以后 到死亡的阶段 就是 一共是分为四个段落了 对 不是 嗯 所以生呢 我们的这个肉体的生命 不断的是在更换中 那我也可以说我们的呃 身体的细胞啊 不断的在生生不已 嗯 也可以这样讲啊 是 一直到死亡为止 我们这个身体都是在生的阶段 呃 而且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不断的变化啊 你在出生的时候 呃 刚刚出生一秒钟 你是老了一秒钟 哈哈 然后 你出生一天 也是老了一天 呃 这个 在西方人呢 这个 人家问 说你几岁的时候啊 呃 不是问你几岁 也不是问你多少年 那 而是问你多少老 问你多少老 啊 那就是成长过程之中 这个 一出生就是进入老的 这个老啊 就是成长成熟 然后呃 呃 到了渐渐的衰退 呃 然后呢 到死亡啊 啊 所以生的过程之中 跟老是同时病性 嗯 同时呢 这个 这个 在生命的过程之中啊 嗯 又 跟病啊 又是病性的 嗯 嗯 小孩子 一出生啊 呃 有些人 这个小孩子呢 这胎里边 这带着父母的遗传 是 呃 呃 父母 没有一个父母没有病 都有他的病啊 那个人 出生的时候 是有带着病来的 呃 当然 日本人说出生就有病了 其实他是带着病来的 啊 基因带着遗传的基因 啊 病的原因啊 病的因啊 已经带着的 那 我们那个眼耳鼻舌身体啊 没有样没有病的 嗯 包括啊 身体的病 心理的病 是 从小就是带着来的 就是 不 完全是健康的 所以是 人对一生 就是不健康 所以有人以为病是不正常 其实病是正常的 人就是要生病的 病从 预生俱来 叫做 老是预生俱来 病 预生俱来 啊 还有 死亡也是一样啊 死不要认为 你等到 最后一天 或者最后一秒钟 啊 才算是啊 咽下的最后一颗气 你都会叫做死啊 不会死啊 我们的身体的细胞 出生以后啊 不断地在死亡 每天不知道要死到多少细胞 如果是 这个细胞不死亡 嗯 这个身体不能成长 也就是说 新疼代谢呢 不好了 所以说我们的生命 这个现象啊 看起来好像累了死 活着的 其实它不断地在死亡 新陈代谢 代谢就是死亡 嗯哼 因此呢 这个生老和病 那堆死啊 它就是啊 一体的 事实上就是一个过程 一整个过程 病的是啊 这个把它当成 把它弃成四段来看 可以截然 不必不能截然化分 是 如果能够理解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任何人 面对的病 不要怨 也不要觉得是 这个非常痛苦的事 一生俱来的吗 遇到了死亡 也比较恐惧 你生的时候就是在开始死亡吗 那不必 不必恐惧吗 不过呢 这个是生命的一个大的段落 啊 一个是一个一个一个小的段落 我们的心里也不断的要成长 对 心里的成长 我们也叫它生 嗯 就是念念生 念念你 那也就是生死 生死 就是呢 有的那是大的一个阶段 那从生到死 是 这叫生 大的生死啊 另外那个小的生死呢 我们叫生命 对 念念生命 刹那生命 嗯 生命 这生命跟生死 它是啊 它是集合在一起的 它不能够啊 啊 所得分离的 是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生命的过程就是 生 老死 生 老死 也可以讲 生老死 生老病死 是 是苦 那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就是一个果报 什么果报 就是苦的果报的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集合体 是 师父讲生命好像有点生啊 我们下集继续来谈 谢谢师父开示 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生老病死 是与生俱来的 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 我们应该比较坦然的来看它 也非常欢迎您在下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 那在上一集里呢 师父谈到了十二因缘的未来生 有生和老死 那事实上师父说 生老病死呢 它们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 而且是四者是病行的 也就是说 与生俱来的 有生就有老和病死 那师父也提到生老死跟生灭是一样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父您在上集里面 提到生老病死 这样的过程 您说这是不能截然化繁 而它是 就是 就是 病行的 那么您也提到生灭 好 这两者其实是一样的 是不是可以请师父做更深入一点的解释 通常讲生与死的时候 是一个 人的一生之中 这个两大现象 从出生 这个叫生 然后呢 死亡的时候 就是死 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之中的 两大现象 一个头 一个尾 一个齐 一个中 也就是一个死 一个中 那死叫做生 中 叫做死 齐 也叫做生 那 奇术 那叫做死 那这个生命呢 呃 就 不是这个样 呃 说是 一个头上 一个尾上了 而是说 它时时刻刻 是结合在一起的 呃 我的头发天天长 嗯 我的胡子也天天长 嗯 我长了 胡子长到以后 如果不刮它呢 它会长出来了 长得漫漫长的 因此我天天要刮 这是为了 所以说 诊说 疑容 所以说 早上起来一定要刮胡子 那就是我的胡子的生 胡子的蜜 胡子生起来了 我明天 第二天早上把它刮 就是蜜 其实我们身体上的任何部分 都是在啊 新生代谢的 这生命的 随时随地 我们叫做生命 嗯 但是 这个 这个福法里边 讲的生命啊 主要的 倒是讲的 心 啊 念头的生命 念念呢 起 念念 没 那这一念呢 刚刚起的时候啊 上一年已经呢 好像是说 我坐这个位置 如果我不空开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坐不进来 是 一定要 我先空下了一个位置 那 我走到以后 另外一个人可以坐上这个位置 那 每一个念头 等于是每一个人 嗯 念念不回头 嗯 走掉了 再来一个念头的时候啊 是另外一个 不是当下的 刚才的那个念头 人的 这个心呢 心的念头啊 就是这个样子啊 不断的在起 不断的在消失 就是起命 起命 那我们叫生命 那这跟生老病死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关系啊 生老病死 就是由于念头的起命 而 而形成的 怎么说 那我们在过去呢 曾经讲过一个行 对 那个行就是呢 心里边的 一种军断 对 一直 要做 那然后呢 嘴巴要讲了 然后呢 身体要动了 嘴巴讲 身体动 心里已经有一个决定 要做 这样子的时候就形成了 是 一个 一个是 那 那么这个就是果报 因造了以后就有果报 那我们的生命 就是因为念头 念头 念头 念头的 一念 一念的呀 在互动 那念念的互动 那推动着 我们的 身体的行为 语言的行为 那语言的行为 身体的行为 所以加上我们呢 这个 意 意识的行为 也就是心理的行为 的时候啊 这 就会变成了 一种意的力量了 所以 这个生命 的念头 就造成了 我们呢 生死 的果报 生 生 生 其实呢 老师说 那生命 的念头 造成了 我们这个人的 从生 到死 从生 到死 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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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一生之中 有无量无数的念头 这个 每一个念头 都 影响到 我们的行为 这个 我们的行为 就能够造成了 业的力量 这个业的力量 像我们就讲过 就是 就是我们 这个 这个 生命过程之中的 是 一个 一个主体 我们叫做是 就是认识的是 是 意识的是 认识 这个 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 新的话 如果没有 新的力量 不能够形成 所以 新的生命 重于 我们身体的生命 这个 十二因缘里的 讲的生命啊 是 或者讲的生死啊 一个 从大的现象来讲 从出生 到死亡 在这 详细的 细腻的 深入的 考察 是注重在 念头的生命 嗯 念头的起命啊 才是真正造成 我们这 一生 过程之中啊 是 接下来 种种的 未来的 果包的 因 是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呢 我们就可以 如果 是不是可以让念头 不生或者是说 让念头可以灭 然后我们可能 就可以了断这个 三十十二因果了 对啊 如果 能够 呃 这个 坏的念头不起 还有呢 自我中心的念头不起 呃 并不是等于说 变成一个职务人 心理的活动还是有 自我中心的自私的 自立的 这种念头没有 那 我们叫做烦恼不起 烦恼的念头不起 这个就变成智慧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生与死就没有了 是 我们下集继续来谈 非常谢谢师傅开示 那了解生命呢 的确是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医生来说 都非常的有启发 这张宗呢 道理非常的深奥 欢迎你在下集里面 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佛法的智慧 我 dizer 我们去龙头快乐 我们中心人 我们去银行 中心意